好 接下来新闻多一点 刚刚我们是讲到电动车嘛 Tesla执行厂马斯克去年捐赠的价值 新台币589.4亿的Tesla股票 给某家慈善机构 那么分析人士是说呢 好 马斯克或许是可以从捐股票当中获益啦 因为捐赠跟出售股票是不一样的 就不用缴纳资本利得税 可以让富人有技巧性的避税 好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韩国这位女明星蒲敏英很红 那么最近也被人家报道说 她卷入了前男友江宗玄不当获利的事情 遭到了传唤调查 可能要被这个限制出境 但她的经纪公司是说 蒲敏英是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的 她很诚实的配合 而且完成了调查 现在并不是被禁止出境的状况 那么大家也希望说呢 她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 有些网友就说还等着她的心细呢 好 接着也来看看北韩的部分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宝贝女儿 金主爱已经亮相五次了 而且最近呢 跟金正恩一起登上阅兵仪式的主席台 还在镜头前面捧着父亲的脸颊 而北韩居民感觉到蛮担忧的 因为觉得金正恩太宠女儿了 甚至对于当局偶像化的作为非常不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